这些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帮我们清水沟 工作人员下水沟请你淤泥 直接泡在又黑又臭的泥泞中 双手把淤泥拨进水管 韩市府上任后 刚刚是大街小巷清淤作业几乎每天进行 不过719这场大雨 仍造成多处地方积水引发民怨 网路上更是炮火凌连 但现在就有清淤公班的工作人员 在脸书po文反击 他说撇开挺寒不挺寒 我们师府没有偷懒 每天上工每天全身黑妈妈的上来 我很听他们骄傲 他们替高雄又解决一条淤积的雨水下水道 po出底下清淤照片 这段居民说20年没清过淤积65公分厚 但湘寒高度也只有140公分 还有混泥土块在排水断面上 师府还要克服水的问题 拿工具去打掉 连缆线整团也是问题 这么拼命为什么还是会积水 清工就有话要说 他说雨下的太大又太久 排水系统就只有这样而已 没有增加 通红量只能在乎这些雨水 一次来这么多 无法排掉移定机 雨如果变小或停了一个小时内 一定会退 感叹外界只会酸积水 却不了解清淤与雨水下水道的排水量 并没有关联 因为这个要清的沟渠 清的下水道实在是太长 大家可以看这过去两个月来 我们光在这一段神龙路就挖了将近3000吨的淤泥 没有退的比我们还快 我们是退的很快 清淤有没有效看退水速度就知道 韩市府昨马上任后马不停停的再清 但不少民众看到的只是第一时间的积水 却没有注意到退水的快慢 也让这些辛苦的清工们努力被忽略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